下则静 沉则醒 昏则定 粗必顾 反必念 居有常 月无便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指道亏 物虽小 物失常 狗失常 千仙伤 千所好 利为惧 千所物 简为去 身有伤 宜千优 得有伤 宜千修 千爱我 孝河南 亲正我 孝芳行 亲有过 尽是庚 宜无舍 柔无声 进不入 月复尽 豪气随 踏无厌 亲有急 要先尝 昼夜市 不离床 伤三年 长悲悦 居醋变 酒肉节 伤见礼 既见成 适时者 如是生 粗者替 凶道友 地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财务清 愿何生 缘于忍 犯志免 或掩食 或坐走 长者心 幼者后 长夫人 吉代教 人不在 吉吉道 称专长 悟夫明 对专长 悟现能 陆玉长 吉七一 长无缘 退功力 骑下马 城下居 过游带 百步鱼 长者立 幼物坐 长者坐 命乃坐 专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宜 建毕驱 退毕迟 问起对 事物仪 事诸父 如是父 事诸兄 如是兄 简 朝起早 月眠池 老义至 西此时 沉碧棍 尖树口 便尿回 折净手 观毕正 扭毕竭 扭毕竭 瓦鱼礼 既简切 至官服 有定位 勿论断 至污慧 依贵节 福贵华 上玄奋 夏乘家 对眼时 勿简哲 时事可 勿过则 连方哨 勿研久 研久罪 最为专 最为丑 不从容 力端正 依身缘 拜恭敬 勿建欲 勿博矣 勿寄居 勿遥毕 缓接连 勿有声 宽转温 勿处冷 直兮气 如直营 入兮事 如有人 事物忙 忙 忙多措 勿为难 勿侵略 斗闹长 觉悟见 斜屁事 觉悟问 将入门 问熟传 将上堂 生必扬 人问谁 对以明 无与我 不分明 用人物 须名求 须名求 疼不问 疾为偷 借人物 及时还 后有疾 借不难 好 李毅老师 谢谢 好 现在是我们家长班的课程部分 首先因为有新来的家长 我还是先稍微的介绍我们家长班的一个安排 我们家长班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40分钟主要是我们经典学习 现在我们在学论语 然后中间我们有休息一个5到10分钟 主要是因为还有一些美国西部的家长 他们可能那边收招好孩子下课 需要照顾孩子 然后在第二个40分钟 我们做一些这种 这种弟子规设子女教育实践的一些研讨 然后做一些最后做一些小节 然后如果还有些事项 我们就讨论一下 也许第一个40分钟有些东西我们讲不完 我们接下来就第二个40分钟再花点时间再讲一下 我这有个微信号 Alex with Toronto 因为我们家长班有一个小群 主要是共读论语和弟子规的 如果我愿意参加的就可以加入个微信号加入 好 我们从上节课开始回顾一下 我把这个放成全屏 好 咱们上节课算是这个家长班 就新学家长班算是第二次课 第一次课是讲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划 第二次课 第二次课我们就是讲了论语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至于道 就是论语其实它整个内容它有一个层次 那它的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追求 那个追求就叫至于道 那在那个论语里头有说至于道 聚于德 一于人 由于欲 就是以道为方向 以德为立主点 以人为一品 以义来成才 来涵养自己 那就是基本上把德和才 这个两部分都抓住了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们在人生呢 要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就是这个道 那在儒家里头 这个道呢 是人的一个大方向 那修己以安人 这么一个方向 那正好呢 我在读论语的时候看到这一章 再说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谈到这个志向的问题 那这是公也长第五 言冤记录事 子曰何各言其智 子录曰愿居马一清求 这个字念居 那个字一呢 在这里是动词 一清求 与朋友共 避之而无憾 那言冤呢 就说 愿无乏善 无失劳 那子录呢 就说 哎呦那个老师啊 愿听听你的 所以子录曰愿闻子之之 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这个呢 可以看作是这个 这个夫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这个道啊 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 他实际上这个方向呢 是一个方向都是这个人的这个 为道 但是呢 他有不同的一个层次啊 刚好作为我们那个 至于道那一章的一个 我们总结的时候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就是孔子请那个言冤的子录 谈谈自己的这个志向 那子录呢 说我呢 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东西 车马衣服都拿出来和朋友共同使用呢 坏的也没有遗憾 那子录呢 他的志向呢 是希望自己呢 没有这种对物质的这样一种私欲啊 那么来这个方面呢 来提高自己的修养 那言冤呢 说我愿意自己有善 心中不夸耀 对人有功劳呢 也不觉得有失语 那言冤呢 他这个层次呢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那他呢 在没有物质欲望的基础上提出来了 就是我们在精神上呢 也没有要有一种 没有这种欲 欲是什么呢 一种是自己心中有善 为什么会夸耀呢 自己对人有功劳觉得有失语呢 是因为心中有这种明的追求 或者是有一种傲慢心 那在论语中 孔子也说过啊 就是说他说 若有周公之才之美 既交且令 其余不足观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人呢 有周公的这样的才华 但是如果呢 你因此而骄傲 然后呢你的才华呢 不愿意就是说去分享给别人 那你这样的人呢 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啊 那言冤呢 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下功夫啊 下功夫的 实力的啊 那到孔子呢 那子鲁就想说 夫子您的愿望是什么呢 那夫子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弟子们的这些阶段 他的心里面呢 已经是我们在理人里面讲的 他已经是安人了 就是安于人道了 那么他安在这个地方呢 他说呢 我愿意就是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啊 能是老人安就是孝 朋友呢是他信任 对年少者呢 其实呢 这个是他所怀念 其实就是词 就是我能够关怀他 那这个呢 在孔子来说 他这个人呢 做到了这个程度 就是他已经可以修集 以安人了 那作为言冤来说呢 他做到了修集 以敬人 这样一个地步 那这样一个层次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治于道的 这个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 所以呢 上一章总结啊 就是那个 这个是咱们讲子与子女教育哈 在咱们这个夫子啊 这个论语里头 他认为第一步呢 就是要立志 所以孔子十二有十有我而至于学啊 所以呢 学呢是贵于立志 就学的目的呢 首先呢最珍贵的呢 就是要立下志向 志向呢 就好像这个里面 我摘那个蔡里旭老师 在细讲弟子规里面的一段话 两段话 第一个呢 就说志向呢 就好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 一个终点啊 咱们这个智力住了呢 这一生不会白来一趟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儒家思想在追求 追求的是修身 大家知道自天子已知树人 皆以修身为本 那这个和这个是与世界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就像就蔡老师那边说的 就是人呢 其实要自己过得快乐 同时呢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 对你身边的人有所贡献的话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成为一个英雄啊 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所以一步一步的上去 就能够达到修己安人的这样一个境地啊 我自己觉得呢 这个这一点呢 就是说作为论语的 就第一个呢 首先前到至一道呢 是非常有深刻意义的 尤其是咱们现代社会啊 我相信大家都遇到很多这个抑郁的这个朋友啊 包括现在小孩子有一些有些抑郁啊 甚至就是说有自杀的啊 我今天早上我想看到有一个日本的一个演员好像自杀了 他的电影应该我还是看过 那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有有这个一些这样的情况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很多人都会强调就是说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啊 其实我自己呢 这个一个呃 观点是呢 其实压力呢 是人人都有的啊 那我们讲到这个是啊 有没有压力呢 是有很大压力 因为曾子就说过嘛 是不可以不弘异嘛 任重而道远 对吧 为什么呢 他叫任重而道远啊 对吧 这个人以为己任不亦众乎啊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一辈子呢 要去在人上下功夫 要去克服自己的这个弱点不善的这一方面 他的这个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曾子说 死了快死的病了之后 才说无知免夫啊 那但是呢 因为你有一个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压力呢 不会变成什么呢 烦恼或者是阻力啊 反而是让你就是说一步一步上去的一个动力 但如果呢 我没有这个方向呢 就没有这个目标的话 那我压力来了 我去化解他 我今天化解了 明天又来了 明天化解了 后天又来了 那我呢 始终呢 就是说处在这个压力圈当中 变成一个巨大的一个阻力 所以慢慢的这个抑郁啊 一直走到这个极端的情况下 就会导致一个自杀啊 所以呢 在咱们论语中啊 咱们这个夫子呢 我觉得他非常厉害 就是说你首先呢 要知道自己这一生这个目标在哪里 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 首先就是要在这个智商要探讨 我究竟是要往哪个方向走 好 这是上一节课的总结啊 那这节课呢 咱们讲第二讲啊 每次就是咱们就是 我大概就是试图就是把它做成一个点 就讲一个点啊 刚才叫学贵立志啊 这第二讲呢 咱们今天呢 就是大概讲的就是论语中的一个思想 叫学贵立行 就是从日常生活做起 因为这个道呢看着很高远啊 但其实呢 它很平时 我们儒家思想一个特点呢 就是永远是跟你的日常生活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才讲孝涕 好 我们的儒家呢 有浪漫的这种一面啊 我们知道过去有很多伟大的诗人文学家 包括一些政治家 但是他这个浪漫呢 永远呢 会牢牢的寄托在这个人生当中啊 人生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那这个呢 从日常生活这里呢 叫学贵立行 在论语中有一句话啊 就非常有名啊 叫做论语为正 叫子曰 见义不为 无永矣 后来呢 咱们那个 就把它提出来一个成语 叫见义勇为啊 那但是我们这个见义勇为 后来把这个意思理解的有点偏颇 认为就是舍己救人 这叫见义勇为 其实不是这样的 夫子呢 是为政 是批评那些为政者的做法的啊 他就说到呢 他说见到应该做的事情 不去做 是没有勇气的 这个意呢 在古代呢 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 那这个里头呢 就牵扯到一个点啊 为什么说 要从日常生活做去 要去例行呢 首先呢 就是要见义勇为呢 好 那其实呢 我自己在读论语的时候啊 我也特别注意到就是说 毅力之变啊 包括那个孟子啊 今天讲的毅力之变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 遇到事情呢 就会有两种选择啊 一种呢 就是这件事情应不应该做 一种事情呢 这件事情呢 做了对我有利还是没有利啊 那应该做就做呢 就是夫子说的见义勇为 就是把道义的要求呢 咱放在第一位 把这个厉害的考虑呢 就是放在第二位 就服从道义的要求 不是说不要厉害 是要先看看他 服从不服从道义的要求 那还有一种做法呢 就是有利才做 无利不做 我乐意做我就做 我不乐意做我就不做啊 因为我做了觉得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啊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欲望啊 放在第一位 一切服从自己厉害的考虑啊 那这个里头呢 就是在论语里头啊 包括在四书里头都强调就是 一个起点啊 修身啊 一个起点呢 就是认识了 到了就去做 这是一个修身的起点 因为如果认识到了呢 我们讲认识到很简单一个事情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早上锻炼是有好处的 或者早上读书是有好处的 对吧 可是呢 有几个人能够按时起来锻炼 有几个人能够按时早上起来去读书呢 去朗读呢 这个呢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 就是呢 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不应该 应该做的事情放在一个首位 那这个呢再往上谈 比方说我们谈到那个 任重而道远啊 谈到以意为上啊 就是你的人生的整个这个价值取向呢 完全的一个改变呢 就其实是蛮有难度的 所以呢 那就要是考虑到这个 为什么这个应该做做不到啊 其实就是心里面 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呢 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方向啊 我们在考虑这个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心里并没有一个观点 是自己可以坚持住的啊 我们其实就是还是从于自己的一线 私心的考虑 就是哎呀做这个不做呢 哎呀我心里有没有好处啊 我心里有一些有些障碍的私心 起当障碍 那所以说就是还是回到那个点 学习克服这一点私心 那这一点呢 夫子恰恰说这是最不容易的 所以呢这叫勇为啊 就是一定要去勇猛的去 去对付他 这个所以叫建议勇为啊 不是那个 一定要就此就是这种舍己为人才叫建议勇为 对 好 好 那就是说到这个里头呢 就是想到这个例行啊 就是咱们今天讲这一点啊 特别强调这个例行这个部分啊 那我们讲到这个建议勇为啊 刚才讲到那个就是应该做的就去做啊 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体会啊啊 我自己那个也是以前也有带学校嘛 有些孩子嘛 那我们经常教孩子很多的这个一些道理嘛 但是发觉就是说我们经常也跟孩子之间有拉锯站啊 就是让他做呢不做做不到什么之类的 后来呢就是在弟子规这边学习啊 也接触一些孩子 然后呢也跟老师们有很多的研讨 那我们呢就是说大家有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说呢 关键呢是怎么样去例行啊 例行啊 那在中庸中间有说呢 叫做知耻尽忽勇 那这个例行呢第一步呢就是要 要有一个这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呃我们这里呢 当然是以这个儒家的这个经典儒家的传统的标准 那么学弟子规呢 是以弟子规作为这个行为规范 那我们做这个规范呢 我们做不到呢 我们心里面要有一种感觉就是 觉得有一种羞耻 好 那这个呢就是建立一个 我们叫怎么说呢 就是建立一个见解的一个过程 哎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见解 那我们自己要建立一个见解 那我们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呢 也是一样 哎 孩子们能不能通过这个一点一滴的学习 通过家长的实践 老师的实践呢 能够建立起一个见解说 这样做呢 是不好的 那样做是好的 啊 比方说我们说在家里面 我们要孝敬父母啊 父母叫我的时候 要马上答应 父母让我做什么事情 我要马上去做 如果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父母说我的时候呢 我要认真的听 那父母责备我的时候呢 我要我要这个这个服从 那这些东西呢 那基本的东西呢 那孩子家长呢 不要我们的家长对自己的父母呢 也是这么执行的 那孩子就会觉得呢 有这么一种标准啊 那有了这样一个标准之后呢 那犯了错之后呢 他能够感觉到 哎 有一种羞愧啊 我们讲最大的这个勇敢呢 是战于战胜自己啊 以自己的这种不善为耻 自觉改正自己的错误 是最大的勇敢啊 所以这个见义勇为的勇啊 我现在说我这里头 我都把它写在这个上面去了啊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文字写下来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网络当中嘛 可能大家一边看着文字 一边思考会更加的好一些 那有可能我就是读一些这些文字啊 他勇呢 那首先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勇呢 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深入的意思 就是如果有些事情应该做啊 而我不去做 我心里面有一种发愤感 就是我要去克服我这个缺点 那这个呢 里头呢 首先呢第一步呢 就是要建立一种见解 就是有一种标杆 哎 这种标杆呢 是我应该可以去用来衡量我自己这个行为 对不对的 那但是我心里面因为有一些惰性 或者有一些私欲啊 哎 我早上想起床 起床之后我也知道要读书 可是我起不来 我不读啊 那在那个孟子呢 呃中间呢 跟那个奇宣王对话的时候啊 曲宣王问他呢 就是一个事情 就是说不能与不为呢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那孟子呢 那孟子呢 就跟他说了啊 他说呢 这个邪泰山 已超北海 遇人曰 我不能 是成不能也 为长者折之 遇人曰 我不能 是不为也 非不能也啊 大概什么意思呢 这段话其实不是讲的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见语文啊 这段话的背景呢 是奇宣王呢 他呢 呃 请教孟子 那问孟子 我能不能当一个周恩王那样的君主 那孟子呢 就说你能够当周恩王那样的君主 因为呢 你呢 有一次呢 有一头牛要杀来去祭祀 你不舍得 你把这个羊啊 换成了羊 那从这一点事情上来说呢 我看到你奇宣王呢 是有这种慈悲之心的 你呢 只要把这个慈悲之心呢 扩大一下 就可以汇集到你全国的百姓了 那奇宣王呢 就问了这句话 那孟子说 您之所以不做呢 是因为您 不是你做不到 而是因为你不想做 就你心里面啊 你并不认为这样做 这样治理国家是 是你认可的 那所以呢 奇宣王就问了孟子一句话 那孟子就跟他说 其实呢 就像这里面举的例子 前面那个例子 叫做神通才做得到 但是呢 为长者指之呢 这个呢 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你说我做不到 哎 这个不是你做不到 哎 我早上起起不来 那我说 早上六点钟起不来 其实呢 人人六点钟都能起来啊 那是你不愿意做 那再懒 我再说一会儿 但是如果说你早上 凌晨一点钟起来 那还真的是起不来 真的是起不来啊 那就孟子就举了这个例子啊 这个里头呢也是 说到这个点啊 就是为什么就是一定要例行啊 就是说到咱们这个经典的学习啊 我们学论语啊 也好 学弟子规也好 学这个孟子 李济 中庸 这四书也好 乃至于其他的一些像 严实家训啊 增实家训啊 这里面都提到很多的这种东西 那其中呢 就是一个关键点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学一句做一句啊 就拿咱们弟子规来说啊 一直就是开始就是探讨这个咱们弟子规怎么学啊 其实我自己这一年多来啊 因为我之前呢 在在弟子规这边就是说给大家一起分享之前呢 我其实就弟子规接触不多 但我接触之后呢 我自己体会也是挺深刻的啊 如果 这也能用在就是说 如果我以前教育这个学生的这个点子上就是 一定要就是学一句再做一句啊 尤其是呢 就是我们现在呢 这个社会呢 节奏比较快 那自己的家长的事情也比较 孩子做事情也比较多 那我们不能把什么东西呢 都学完了 然后呢再去做 这个时候呢 就来不及了啊 就来不及了啊 所以呢 这个呢是一个关键问题啊 就是说到这里呢 那个时候就 讲一个故事啊 就是那个 说好像是白居易吧 白居易他那个 嗯 在求道的过程中 就去了见了一个那个 参禅吧 就见了一个有名的禅师 应该是叫鸟巢禅师吧 非常有名的 他就问他呢 他说这个呢 呃 人呢怎么样能够就是说悟道啊 怎么样能够不断的这个这个这个 通过这种修行啊能够悟道 那他就跟他说呢 诸善恶作啊 诸善莫作众善奉行 那就跟他讲了这八个字啊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那个 我忘了是哪个大禅师 也是在去就是元祭之前 当时弟子问他 他也是这么说的 那当时呢这个白居易听了就笑了啊 他说这个事情呢 很简单啊 这个三岁小孩都知道 我们从小就学过 然后呢 那个禅师就回了 他就是巴士老翁做不到啊 巴士老翁做不到 那这句话呢 我觉得就是很有一个很有意义啊 如果我们在学习 一起再往下学习论语的时候啊 大家就会慢慢有更深的体会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 那时候有诸子百家啊 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些学者啊 有这么多的 一些这种有智慧的人 然后呢 可是呢这个孔子呢 会被作为一个咱们一直学习的啊 就是这个世人学习的这样一个标杆啊 是因为孔子呢 他论语里面 他教授给弟子的每一条 每一款 就是每一句 每一个字 孔子呢 都是自己做到了 才交给他的弟子的啊 那我们讲的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教就是上所诗 下所孝也嘛 所以当初呢 就是那个孔子在树丸里头啊 他教弟子的时候呢 那个弟子们呢 可能就是说 因为他弟子也比较多嘛 当时那个很多人就来 觉得好像就是学了一段时间 好像进步不大 然后呢 就觉得是不是孔子呢 教的东西太浅了 或者有些东西没有交给我 那孔子就说了 他说呢 二三子啊 就说你们同学们啊 你不要以为 我没有东西是没有 有些东西是没有交给你的 或者不故意不交给你的 他说我呢 天天跟你们吃住行都在一起 对 我所说的和我行的都在这里了 都在这里了 对 那甚至有一个弟子呢 还偷偷的跑过去 去找那个孔子的那个儿子 孔领 对吧 因为他担心那个孔子藏私嘛 对吧 我忘了是哪个弟子了 子章还是哪个弟子 我记不太清楚了 当时呢 就是问他说 这个第一次问他就是说 那个这个老师有交给你什么 他第一次教的是诗 不学诗 对吧 不学诗应该是 我忘了不学诗 我一下记不清楚了 我还是背的不太熟 然后呢 就说意思 第一个让他学习诗经 然后第二次呢 又去问他 又看到说有没有交过 他说我经过我的父亲的 房堂前的时候 父亲问我 你有没有学礼啊 他说 还没有学 他说不学礼呢 无以利啊 你要好好学礼 然后呢 当时那个学生听了就很高兴 他说呢 圣人呢是无期的 就是是没有私心的 就是我学到了一个 就是说我学到了诗和理 但是更重要的是学到什么 圣人呢 没有私心啊 那孔子自己就说呢 他说的是什么一个点呢 他说呢 其实呢我跟你们呢 真的是区别不大 他说实事之意啊 必有忠信 如丘炎 就是一个 石口人家的这样一个小地方 都能找出和我孔秋的这样一个道德水准 一样的人 他说但是呢 没有我 像我这样好学的 这个好学呢 不是说我们去专研文字啊 其实好学就是例行 就是没有像我这样的 每天去学习 每天去进步的 好 那他提到这个好学的事情 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啊 也是很有智慧的 他就跟那个孔子说啊 他说您知道吗 这个呢 就是我们弟子们学不到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 夫子的那个 就是他自己的那个一生总结的时候啊 15岁至于邪 我们我们 我觉得在在现在跟我们有个探讨 麦给你说 麦给请说 麦给请说 错误是最大的勇敢 那么这个 因为以前 没有特别注意 诀这个问题 其实诀和学 现在也是同样上面的偏旁 下面古代的 就明显完完全完全 是一样的偏旁 那么我觉得 你跟今天讲的这个道理 就是 让我很有启发 就是说孔子他 还是让你从念头入手 首先从念头入手 然后呢 就说不要自己先把自己 那个信心就打没了 是吧 我觉得你的意思就是说 自己先不要先没做 就觉得这个事要建议勇为 舍命救人 这样一种态度 就是先要从念头上觉得 我有这个行善 做这个行人 这个我能够做到这个标准 然后慢慢的 有这个才有这个支持啊 是吧 就是说建立这种诚信呢 就是说 所以呢 这个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从意识上和念头上 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就是说你说的例行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 我今天反正感觉挺有启发的 就是说 他确确实实给你的一个铺垫的一个路径 就是你这个路径呢 是可以一步步走上来的 反正我随便乱讲一点 谢谢 谢谢Magic 谢谢你的分享 你说的很好 就是说 如果其他家人有分享 我们随时欢迎 我忘了说一句了 就是随时欢迎打断我 如果包括有些 我对方说错的地方 直接指出来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我也是属于这个自己在学习 刚才讲的那个觉 讲的起行动念的概念 我非常非常同意 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 信念的一个转变 结果这个信念的转变 这个觉呢 就是他并不是举的一个 好像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我们去思考 我们在那个地方怎么做 他实际上呢 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 就是从你现在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这个点做起 从物质上来说 比方说你是处在一个差的环境 穷的环境 富的环境 或等等之类的 比方说你处在冲突当中 或者不处在冲突当中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心呢 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上 就是你的这个觉子呢 你就是要从这个位置呢 就是要自觉 就是觉到自己呢 现在所处的位置 然后呢 能够对自己面有所自觉的话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能够做到这个 在大学里面有说的 叫做狗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呢 我就要更新一点 然后呢 我明天呢 这个还要再更新 天天要更新 我一天呢 要比一天呢 要更新 那每天呢 我都有所觉知啊 就是无日三省 无身这个地府啊 就是一步一步 做过来的啊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东西 不是说哎呀压力好大 监狱我们要做好多好多事情 不是的 一点一点的 就是一点一点的做就好了 就是这么一个点 所以呢 刚才就是回到那个咱们 孔子的这个一生的这个部分啊 他说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自觉啊 就是这个自己觉知自己怎么样做到的啊 他有一个点呢 就是说你要学习 对吧 所以说孔子才说 15岁要置于学嘛 那其实孔子讲的是大学之道啊 我们一直不太清楚 孔子15岁之前是怎么学习的 大家知道孔子的家庭 他的父亲去世的早 他母亲带着他 一直到17岁 对吧 那么这段时间呢 孔子也没有交代过 但我们知道孔子是一定是在学习的啊 那他是处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下 当然呢 在后来呢 就是我们弟子归也好吧 因为像那个朱子的那个芝加歌颜 包括那个朱熹编了小学 弟子归呢 是其实是把小学 文语这些部分的一些东西就把它提出来啊 那么他就讲是蒙学呢 其实呢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他也是强调一个什么呢 强调一个就是 学习和实践的这样一个精神啊 学习和实践的一个精神 好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家长 分享一下呢 没关系 我们下午呢 晚下午就是下节课 下一部分呢 我们还会在那个 到时候我非常欢迎咱们家长老师们一起来分享一些部分 我先把下那部分先说一下 就下一步呢 我们就研讨一个点啊 就是还是一个 我们最终的学习呢 就是回导到这个如何 就是说学习作业如何立行这个部分啊 我很早之前呢 就是有听一个老师讲过啊 就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经典学习的步骤啊 他提出了这么叫建立知见 以见导形 养成习惯 形成性格啊 这么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 那我呢也是把这个咱们入则校这部分的前面这个半段啊拿出来 然后呢我们下节课呢 咱们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研讨啊 做一些这方面的研讨 好 你回到这边来啊 好 那今天呢就是咱们就是学这个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接上面那个部分 我稍微的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首先是教育的一个目标啊 第一个呢目标呢是让让人立志啊 这个人生呢要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 我是觉得这点呢就是现在教育的一个缺失啊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 谁在说话 等我一下 好 刚才那个陈老师说那边弟子归班下课了 好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第二点呢咱们就叫做这个学贵例行 从日常生活做起 那其中呢 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叫做建议永远啊 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呢要去做 好 那我们中间呢我们就休息十分钟 我们两点钟我们回来下半段的课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 谢谢魏尔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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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游子曰 其为人也孝替 而好犯上者嫌疑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 为之游也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替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子曰 巧言绿色 先以人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传不习呼 子曰 到千圣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是零以时 孝替子曰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发伤重 二字 先说 我说 自下月 阿姨在姐姐可能 自己拿到 是父母能结起立 是君能治其身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 无必未知学已 子曰 君子不重 则不微 学则不顾 主忠信 无有不如己者 过则勿淡改 曾子曰 圣中追远 民德归后矣 子秦问于子贡月 夫子至于世邦也 必闻其正 求之于 义语之于 子贡月 夫子温良 恭俭让 以得志 夫子至求之也 其语 其诸易乎 仁之求之于 子曰 父在观其志 父莫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 父之道 可谓笑矣 游子曰 游子曰 礼之用 何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美 小大游之 有所不行 知何而合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游子曰 游子曰 信尽于义 言可负也 恭敬于礼 远持如也 因不失其亲 亦可踪也 子曰 君子时无求保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 甚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已 子共曰 贫而无产 富而无交 何如 子曰 可也 为若贫而乐 富而好离者也 子共曰 诗云如切如措 如拙如磨 其思之未予 子曰 此也 时可与言诗一语 告终往而之来者 子曰 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不知人也 子曰 若贫 能解 若贫 不患人之不 hp 都算 vä 不患人之不疑 否 非 等侯 不患人之不疑 若贫 女 不患人之不疑 可夫 潍命之不疑 啥気 有 子曰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愿不亦君子乎 游子曰 其为人也孝替而好犯上者嫌疑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为之游也 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 孝替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子曰 巧言吝啬 贤以人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子曰 道千圣之果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已实 子曰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重 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已学闻 自下月 闲闲异色 是父母能结其力 是君能治其身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 无必谓之学已 子曰 君子不重 则不微 学则不顾 主忠信 无有不如己者 过则物但改 曾子曰 慎中追远 民得归后矣 子秦问于子贡月 夫子置于世邦也 必闻其正 求之于 亦与之于 子贡月 夫子温良恭敬让 以得志 夫子之求之也 其诸亦虎仁之求之鱼 子曰 父在观其志 父莫观其行 好 接下来咱们下午的课程 主要是讨论 但是开始之前 我们先把弟子归的后半段 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 我分享一下屏幕 丽莎老师您可以吗 可以读一下吗 丽莎老师在吗 好像没有回我 好 那有没有哪位家长 愿意读一下的 丽莎老师您方便再读一下吗 好像那个丽莎老师 没有 没有我刚才 喂老师不好意思 我刚才忘记了 我没开卖 我还跟你说了半天 我说好 我分一个位置 我们家要谈钱了 他说妈 你必须都到楼上去了 我刚才在一楼 好的 现在在一楼 我就走上来了 陈老师也可以带一带 陈老师 陈老师您可以带一下吗 好吧 我其实读的不算说 那就从信开始 是吧 好 信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望 稀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为其事 勿宁巧 兼巧语 会无词 是景气 窃界之 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是非疑 勿清诺 苟清诺 尽退错 凡道志 众且疏 勿及疾 勿模糊 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显管 见人善 及思其 众去远 以见机 见人恶 及内省 有则改 无家境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 当自立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期 闻过怒 闻欲乐 顺有来 亦有阙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事 见相亲 无心 无心非 明为错 有心 非 明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堂眼事 争亦孤 犯爱重 凡事人 皆虚爱 天同父 地同在 性高者 名字高 人所重 非貌高 财大者 妄自大 人所福 非言大 己有能 无自私 人所能 无亲子 无产妇 无娇贫 无厌固 无喜心 人不闲 无视角 人不安 无化老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思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知 欲思免 阳人恶 即是恶 即知甚 或且作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窥 凡取语 贵分小 语仪多 取仪少 将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素以 恩欲报 愿欲望 抱怨短 抱恩长 待避仆 身贵端 虽贵端 慈而宽 是福人 心不然 礼福人 方无言 亲人 同事人 泪不齐 留俗众 忍者兮 果忍者 忍多味 言不会 色不媚 仁亲人 无限好 得日尽 过日少 不亲人 无限害 小人尽 百事坏 于利学文 不利行 但学文 涨浮华 成何人 但利行 不学文 任己尽 美理真 读书法 有三道 心眼口 信皆要 方读此 物目笔 此位中 笔物起 宽为宪 谨用功 功夫道 智色通 心有疑 随札记 救人问 求确议 房事清 墙必静 积案节 笔验证 莫摩篇 心不端 自不敬 心先病 列典籍 有定处 独看必 还原处 虽有籍 眷术其 有缺坏 就补之 非圣书 禀物事 必聪明 坏心智 物自报 物自弃 圣与贤 可寻智 好 就读到这里 谢谢大家 卫老师 您好像没有开卖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说上节课我们学的学柜例行嘛 下节课可能就要交给我们老师家长们来多研讨研讨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经典教育这方面我也就是也参与过一些时间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知识教育的这种习惯啊 我们其实在做经典教育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有一种习惯就是紧紧张张的要把这些经典呢就是说赶紧学完哈 就是去背诵他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就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快的可能半年哈 那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要警惕一点呢就是经典是拿来做的哈 那我们就是要讲究就是要呃前面说的学一句做一句哈 如果有的时候呢就是呃教的太快哈就会出现两种呃误区哈尤其是咱们在海外哈 啊一种呢就是哎把这个读经典呢当做这个十字课本就觉得哎通过这个呃学习这个弟子规啊论语啊背这个东西呢能够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这个呃 呃汉字的这个认知能力哈将来能够能够写一些汉字啊那这个呢呃有没有帮助呢读经典对孩子的学习的有帮助但是呢如果仅仅靠背诵呢就让孩子的这个汉字呢能够达到一个国内的这个学生的水平呢那恐怕呢是需要呃是非常非常难的还需要辅助这个呃真正的这种汉字的这种一些学习跟练习哈但这是一个呃一个呃误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点了 呃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觉得学完经典之后呢呃多背多读啊就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就是说呃太多的这个讲解那孩子不懂的地方呢我们当然没表现在去讲的但是在孩子能懂的这个这个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说带孩子去实践啊因为呢呃就一个最最大的一个呃误区呢一个点呢就是你通过学了很多孩子会增长一种傲慢心理哈 那我们在这边还有一种孩子会增长一种逆反心理哈就是最后学了东西不用反而变成了就是他心里的垃圾他将来就想把它扔掉哈我觉得这个呢都是一些呃经典教育中间的一些弊端哈那其实呢就是要呃尤其是咱们弟子归哈这边他本身就是一个给这个同盟所呃就是那个儿童们所设计的一个课本 那么里面每一条呢其实就是怎么样学习的一个呃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父母怎么样带着这个弟子们去做的哈那我们这个研讨呢呃呃我我之前说过就是我一个老师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经典的就是就是内化到这个这个呃教育的这个这个这个被教育者的这个心中啊或者包括教育者自己的心中这个身上成为一种自然呢他就是告诉你一个步骤呢就是建立知见 就是当然你要学习然后呢在这个每一条呢你要以剑倒行然后呢要养成习惯要坚持不懈突然呢逐渐呢就能够通过呃这个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形成他一个一生的这样一个性格那这个时候呢才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哈那我列出来这个是咱们笑这个部分哈我想我也是跟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一部分然后我想给大家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就 老师也分享一下就是哎这些东西我在这个生活中哪些东西实践到了啊哪些东西这个跟孩子一起去实践了那如果没有实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实践咱们呃就是谈点这个呃实实在在的东西好那我们来读一下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叫须静听父母则须成东则温 下则温则静啊 有的地方念庄啊 陈则醒昏则定 出必顾反必面 居有常 夜无便 事虽小 物善为 苟善为 子道亏 物虽小 物思藏 苟思藏 亲心伤 亲所好 利为聚 亲所物 谨为去 身有伤 宜亲忧 德有伤 宜亲修 那字面上应该大家都不难理解啊这里面可能稍微要理解一下的就是冬作温夏则庆啊或者夏则静啊代表就夏天就是看看看看这个父母的这个席子啊凉不凉快啊早晨呢要去问安醒晚上呢也要去请安对吧出去的之后呢要去告诉这个父母呢我去哪里了回来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父母打招呼啊居有常业无便呢就是你居住呢是要有一个 固定的地方然后呢你的业不要随定的地方然后呢你的业不要随便的改变 但对于这个学生来说的这个这个这个孩子来说呢这个居有常业无便呢是生活作息要有规律 然后呢呃要呃呃知道自己呢的主要的这个任务那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啊还有锻炼身体啊成长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要去在这方面要做啊呃不要都花在玩玩耍上好那下面这个呢像这个呃亲所耗力为巨亲所勿紧为去就是呃 呃根据父母的父母如果不喜欢的你的一些习惯啊你的一些行为呢你要去努力的把它去掉啊 啊那父母所期望你能够做到的事呢你要呃呃这个这个努力去做到啊 那身有伤一亲优得有伤一亲修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是我们讲究一个身体呢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伤啊就孩子们要呃考虑到父母对自己的呃这个恩情啊 其实在那个呃呃论语面有讲啊就父母为其极之忧嘛何以为孝啊孟木子问孝那孔子就告诉他父母为其极之忧 想想你生病的时候你父母是怎么样一个心情啊 那更重要的就是在德性方面要不断提高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对子女的一个要求了啊 那感觉好像挺单向的好像都是要求子女的啊 那其实大家想一想就前面讲过那个应该不应该啊应该应该不应该那个部分呢 就是讲到不以利为先啊不以利害为先其实我们父母都是这方面的榜样因为我们对孩子的爱啊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利益在里头的啊 就是说我我我好像给你投资多少你将来一定要给我回报多少对吧 我怎么对你怎么对我 那我们呢就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孩子呢从这种示范这种父母对这个孩子的这种爱的这样一种无私的这样一种爱的示范当中能够去学习也能够就是说成长为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一个人哈 然后再推广到对待其他人哈这个呢就是呃孝涕的一个呃教育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哈 好那接下来我就想听听大家的这个不知道哪位 而这样也发现就是自己这个在这个弟子规的这个例行方面就是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呃我们列的这些点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和探讨或者呃上节课我们讲的部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一起谈一谈 我看我们今天有加我是10位哈呃有没有谁先愿意起个头 好 嗯 Lisa 老师您要说吗您先说 好的好的嗯 嗯 就是说这个父母父应物 嗯 嗯 我是这样子 嗯 理解的哈 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交代指你去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指你都能够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比如说 我今天要出去上班了 然后呢我有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说哎今天我我现在就要走了 你们在家哦你们就要每个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们要自己去完成啊 然后呢家里如果像姐姐有在呢我就跟他们说呃 妈妈妈不在了那姐姐是你们的长辈了姐姐如果交代你们去做什么事情你们应该好好的配合姐姐吧 那他们两个呢一般都会比较都会都会打印都会都会承若 呃我在想说父母父应物本首先呢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也会我通常都会做得到吧 我觉得我的父母如果对我就是说叫我做什么事情或者怎么样 我是感觉我是没有推脱的啦 我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就是一个首先我也要做到然后我才能够要求我的孩子做到 那刚才我们家的Ryan就刚刚在下面我刚才在下面他就走下 妈妈我今天早上好像忘了跟你请安的我说那好那你现在就不请一下 然后他就两个手机起来就急功功我说妈妈早安 我说好好好因为早上呢他刚好也要那个读了那个梦子嘛 读了那个梦子那他心里可能也有点着急想要出去打球吧 然后呢我看他这样子急急躁躁的后来跟他说我说好的 我说我现在批准你你可以出去打球了你下午把这个梦子就是交功课给我吧 然后他就答应了那像这个这个粗壁固粉壁面 我也觉得我家的两个孩子都做到的这一点我是特别的欣慰 呃我们家的Stanley要是我在楼下或者是我在忙或者是怎么样 他在楼上要睡觉的洗脸刷牙要躺下去的他都要跑到楼下去跟我说妈妈晚安 或者是站在楼上有的时候听到我在楼下洗蚊或者在干嘛 然后他就在楼上喊了一声妈妈晚安 我说好晚安我就这样跟他说一声 这些呢孩子们都有做到这个就是说平时就是说 蔡里希老师之前也讲过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都是只有从小就是要要求要慎于死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很谨慎的去去做去执行 那么我们孩子就会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规律他们形成习惯 就像我说的刚才Ryan还在跟我说妈我好像早上忘记跟你请安了 我说那你现在可以补请啊他就跟我补请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孩子他就他就那个他就记住的这些事情 嗯 还有就是就对对还有身有伤疑亲优得有伤疑亲修 嗯 我也是平时我也会交代他们比如说像包括这一次的这个 就是这个COVID-19嘛 然后呢因为我们家的史丁尼因为他又是八年级马上要高中了 然后他一直自己一直强烈的要求他要到学校去上 因为可能到了他上高中有的时候可能是他想要比较高的一个级别吧 可能要老学校老师的一个推荐线吧 那如果上网课可能老师都不一样不固定吧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 我说既然你一直跟我要求你要去学校去上 但是呢你要你首先呢你要要学会自我保护要学会就是说你自己要学会自我保护防混意识 而且呢你要做到你自己就是要做得好 而且你不要也不要就是说自利利他嘛也不要伤害到其他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好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他就是跟我说了一定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说那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你要想一想你要是有任何的身体有任何的状况 妈妈肯定会不高兴不开心的啊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讲的话他都能听进去他就一直说他说我知道了 他说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在训练了吗 他说我不是一直在家里学戴口罩吗在训练吗 我说那好那好那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也比较放心吧 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这样沟通一下啊 那当然在德行这方面嘛我也说了 我说如果像做的一些那些比如说丑陋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啊 我说我们觉得脸上都会觉得很丢脸的 我说这个从小都要给孩子 我是觉得应该给孩子啊 就是说要给他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啊 我是有跟他们棍述这些思想 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啊 好我今天就分享这些那个魏尼老师 好谢谢啊就是那个说到这个那老师说这个我也是有一个喜会啊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应该是那个就是丽大老师两个男孩子小的时候 应该是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到目前一个活动嘛 他们当时刚才就是一堆孩子在那边玩嘛 然后分成几个做玩游戏在比较在大堂大厅里头 玩得很高兴当时呢那个丽大老师妈妈丽大老师就叫 走了我们要走了 然后呢两个孩子就从那个那个一群孩子中间就跑出来 然后穿鞋穿那个就就就走了 我当时其实觉得很很很惊讶 因为见见多了很多的这种在这种玩的过程中 有时候家长叫孩子是叫不应的一种情况啊 这个呢就是说妈妈不是很大声的叫一声呢 两个孩子就马上就能够反响应啊 这个呢其实我后来也知道就是这个丽大老师他们在那个 就是孩子在弟子规矩边也是学习啊 那现在也是学了很多年了啊 那其实从这个不光是从这个丽大老师孩子 还有其他几个有几个孩子身上 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些非常好的一种行为规范啊 就是包括这个像有时候他要完成一些事情 我其实忘了是哪个学生他就是跟我说他说他回家坐这坐那坐那 因为他他的父母跟他他爸爸跟他说了 在我下班回来之前你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完 他每天他说回来之后呢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完 那好像就是非常非常自然啊 应该才应该也就是二年级的孩子啊 非常非常的自然 那么在外头呢就是我原来在那个弟子规那边就实地课的时候啊 每次我去摆桌子的时候都有几个孩子过来帮忙帮我摆桌子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都是说呢可能就爸爸妈妈说你过去帮个忙吧 他们就过去帮忙了 孩子也都是年龄也不算太小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有的环境下就看到那个好像妈妈父母就要求着孩子去做个什么事情啊 就是年孩子年龄大以前到了梯子之间呢 在我看到的就是有些孩子呢就是比较长时间的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和熏陶呢 这方面呢就感觉呢就确实是就这种情况就少了很多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实践和一个熏悉的过程啊 但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些家长可能就是操之过急啊急躁啊 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赶紧就去教孩子啊 就好像拿个镜子赶紧去拿个拿个那个就是照妖镜啊 反过来去照孩子啊怎么怎么样 其实呢这个里头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检讨和监督的过程啊 可以孩子一起来去哎把这个意思搞明白啊 然后呢就是说探讨探讨父母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然后呢孩子应该做的什么呢那父母应该做的是不是要首先做到呢 那肯定要首先做到那比方父母要承诺跟孩子不要生气啊 打个比方说啊就如果孩子不是说做了很错那等等之类的啊 或者说不要急躁那孩子呢也能承诺做到那这样的话 建立一种就是这种沟通关系 然后呢共同探讨就说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这些行为啊 我记得上次是有一个老师说到说他在家里就是因为弟子规学了之后 因为他也背的很熟嘛应该要孩子小嘛要一起背嘛 那可能遇到这问题呢就用弟子规去就是这里面的经文拿来去说啊 那孩子有时候也会去说父母要互相激励哈一个可能很小的孩子 他就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因为孩子还小嘛那也没有什么心底是很纯洁的啊 这东西呢他觉得那个就是跟跟妈妈父母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啊 好有没有其他的其他的那个老师家长愿意分享一下的 魏老师好各位家长好 您是 我是那个弟子规学会里中善的家长 我的名字就叫慧慧 你好你好 老师好 中善有上您的历史课也有上弟子规的课 他多大 他九岁今年九岁了 我把视频看一下 中善今年九岁了 嗯 嗯 就是刚才我读了这段新闻呢 那我的印象就是加上以前听老师讲课 我就是觉得其实主要啊 每一条都是非常的细 但是它主要呢就是在强调的一个让孩子不要自私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问题 它的根源在哪里 根源就是人的这个自私的心吧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什么事都先想到自己 那想到自己呢 不知不觉就会做出一些损能利己的事情 那这个根源在哪呢 如果是在家里从孝顺父母开始 先培养一个孝子基本的德行 就是他没有自己 他起心动念呢 都要想到父母 比如说爸爸妈妈叫我 不管我在干什么 只要不是很急的事 我要马上过去答应 然后呢爸爸妈妈让我做的事 我不能偷懒 爸爸妈妈给我的教导 我要听 恭敬的听还要去做 那爸爸妈妈骂我呢 我也要公共进进的去接受 然后去改正 那这些细节呢 都是在长养孩子的一个心 就是凡事以父母为主 就是活着就是为了父母的 我将来长大是为了社会的 小的时候在家 孝顺父母 然后呢爱护兄弟姐妹 长大呢到了社会上 把这个爱拓展出去 爱护所有的人 所以只要一个小孩子 他的根源 他没有那个自私的心 然后这些细节呢 自自然然的 他在生活中 他就会去做到 比如说 身有伤于清幽 得有伤于清修 他会想到说 我做一个错事 可能让我妈妈会觉得担心 让我的祖先会能修 他如果有了这种概念的话呢 他做每一件事 他自然就会很小心 也就是说 他连想什么做什么 都不是为了自己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 而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 而是为了做对的事 去发扬祖宗的德行 那去如果他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们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明白 他就明白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自然而然这个孩子 他的德行就在这些 一点一滴当中养成 将来他到社会上 自然不会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那也不会去害人 比如说跟人竞争 跟人斗争 那最后又变成战争 所有这些都是 因为自己为了追求明文利养 或者是追求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去不顾别人的感受 那这个根源也就是他在家 可能连父母的感受都不顾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养成这种小房地 小房后的习惯呢 这些再去做的话 他自己做的也很不情愿 所以墨学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 让小孩从小就要养成一颗无私的心 时时刻刻让他学会感恩 爸爸妈妈常常对他讲 家里人对他的恩德 社会大众对我们的恩德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回馈于大众 那我们在家照顾父母 为什么 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一辈子都还不完 我们这样点点滴滴的 让他有一颗心觉得 我一定得这样做 因为我就应该要这样做 否则我做的就不是一个 好孩子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会做的很情愿 而且在这个细节当中 他会慢慢的养成一种 时时刻刻替人考虑的习惯 这是我的一点点的浅见 希望各位家长能够补充 能够指正 谢谢老师 谢谢家长 好 谢谢松散妈妈 您也是 应该是对这个传统文化 也是有很深的讯息 刚才讲的两点我觉得特别好 一个就是培养孩子的一个 这种不自私的一个心理 另外一个就是一种感恩的心理 就是因为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人的付出 那不光是有家长 还有其他人 还有社会的付出 那么作为一个孩子来说的话 也要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感恩的心 其实这个就是在儒家里头 就是有一个叫做 我们就是不是说不强调个体 我们是强调的是群集统一 就是个人和大的一个群体的一个统一和谐的这样一种关系 他就是要通过对人负责 以及就是说能够回馈这个社会的这样一种循环来形成的 好 还有没有愿意分享的 非常感谢这两位的家长分享 魏老师您好 可以 我把摄像头打开 稍等一下 魏老师好 各位家长好 我其实很久没有坐在这当学生的这种踏实 这种自由的感觉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次机会 而且魏老师也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我是这样子想的 刚才也是听了家长朋友 这妈妈的分享 觉得这些家长呢 群里面的家长都是非常有大碍的 而且呢就是培养孩子也都很有智慧 我只是从我简单的 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 今天来其实主要是想学习 也没想着翻颜 就是刚才家长讲的 这个呢就引起我一些小小的思考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是这么看这件事的 首先呢按照魏老师的要求 我们要是对照检查 那这些我都做的不好 我家里呢从小因为就一个孩子 是独生子女 我父母亲在我们那个年代的 这个家庭教育呢 并不是家长制的 就还是比较开明 然后所以呢在家里呢 也把我当男孩养 所以我们在家里经常会 会为一些事情很公开的 会讨论会辩论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 我现在长到这么大 我回过头来想想 这里面虽然没有完全按照 弟子规父母 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来 完全没有按照这样的行为准则 但是从我个人一个孩子 长大了之后 我觉得从心理健康上来说 是没有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父母亲并没有说 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规矩做 但是这些道理是应该知道 应该要知道对和错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 人的这个行为心理的角度来看 我特别认同刚才卫老师说的 就是我们这个学贵力行 也就是说很多人说 我什么道理都懂 但依然是过得不好 好像道理懂但是做不到 这实际上是 现在大家包括所有的人 可能都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就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微信群里 会有好多的各种 讲道理型的 鸡汤型的 或者大家不管怎么去定位它 都是在说道理 但为什么做不好呢 但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 大家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觉得首先心正 然后你的行为才能端正 也就是说 人要先把你心理的想法 思路理清楚了 然后才能做好 但实际上呢 就是心理学家 这些年来的 比较新的一些研究 我多多少接触了一点点 跟大家分享 也不一定对 就是说实际上 人的行为是反过来影响心理的 因为这种心理行为的训练 实际上二战期间才开始的 因为当时有一些水手 被炸沉了之后呢 就是还是一些普通人 那么这些人最后发现呢 就是这个德国和英国的 科学家发现这些人 生还者的这些人身上 发现能活下来的人 不是身强力壮体质最好的 而反而都是那些 求生力最强的人 那后来他们就根据这个心理 这个状况这个发现 包括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二战的集中营 最后活下来的 都是那些有信念的人 这个好像从一方面来说 是说这个心理决定了他的行为 但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 这个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种 就所谓的心理行为的训练 那么训练什么呢 还真的不是 对东西 然后去交规则 而是让他们去什么 高空踢巨人踢 什么高空堵木啊 全部是从什么 还有什么各种墙 毕业墙之类的 包括最近还有一本畅销书 也是在讲这个 这个人 也是一点一点 从行为的角度上来 去做铁人几项 最后成为 想要训练自己的心理 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这个魏老师说的就是身体力行 学规力行特别重要 也就是说也许一个 你早上起来给自己挤一个微笑 这个微笑能够改变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心理状况 行为其实是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 这个心理状况 我觉得就是肯定在这个弟子规上 肯定让孩子带学让他去做是最好的 当然我们让孩子做自己做不到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那个我在家里呢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刚才有家长说 说我要让这个孩子说 让他有不自私的心 就是什么事情要先想着父母 先想着别人 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有特别有大爱的 我可能刚好会稍微有点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不爱自己 他不可能去爱周围的人 也就是说孔子说的为人有己 我的理解 当然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只是供大家参考 我的理解是一个人首先要爱你自己 你爱你自己 当然不是说我自私的像self serving 这样子的什么事情 光想着自己 而是我首先要觉得我自己 我认可我自己 我有这个信心 我记得也是伍志宏吧 写的这个巨鹰 中国的这个心理学家 他就说他经过调查 他发现来做咨询的有很多人 都是这些家里的老大 事业成功 然后呢看起来物质也很丰富 但是往往是这些人心里极其的不健康 他们非常不快乐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周围 有多少照顾父母很好 兄弟子妹非常好的这样的老大 自己其实过得并不开心 所以我的教育目标就是 我们真的是孩子要知道对和错 但是在这中间是不是也要考虑 孩子的感受 让他们适当释放一下 让他有一个相对开明的这么一个环境 我是坚决的拥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经典的经典 只是说我自己的想法是 还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 也知道知道对错 因为也没什么准备 我就想到哪说哪也比较凌乱 耽误大家时间了 谢谢 魏宇老师你可能没有开那个 好我就说刚才非常感谢王瑞分享 他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听到吗 听到了 我觉得钟善这个孩子 好像我记得上一次在参加夏令宁的时候 他好像也做了个PPT非常好 是不是这个孩子 他有做过一些PPT 比如说他将来要当老师的PPT 还有去工作的PPT 非常好这个孩子 这妈妈也教的好 我记得好像有看到 没有没有 他的烦恼习气非常的重 谢谢老师的鼓励 对我们现在这个 有时候说孩子 咱们这个家长医疗孩子 总说自己的孩子 这边有一些习气 其实我们还是要努力学习 刚才王老师讲的就是说 每天给他微笑 我每天都要 对孩子要想到他心中 特别的好的一个优点 我刚才说到一个点 我觉得两个点特别有意思 咱们以后学习中 我觉得可以探导 像爱自己这个事情 其实在儒家思想里头 就是在论语里头 你会看到就是我们以修身为本 诚意正心 对吧 各物之之修身契价 这个修身是一个核心点 这个修身里头 其实他的基于出发 其实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 这个自己 就是分分钟钟 就是跟外界没有关系 都是你自己 但这个自己里头 就是有一点 就是刚才讲的 那个私核的设计 以后可以探讨 就是怎么样推己 及人 我爱自己 能不能把我爱自己的心呢 用来爱别人 这个是儒家探讨的一个就是这种实践的一种想法 这个在之后咱们讲 因为我的设计里头就专门有讲人那一张 人那一张会涉及到这个爱 会涉及到这个笑 替和这边的内容 也是这个论语的核心 但是我觉得刚才提那个点特别好 就是如何推己及人 人呢首先应该爱自己 这个我相信不管是东西方的 其实都是在这方面有共通之处的 当然我们对爱这个定点 但是如何推己及人 这个呢是教育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就是咱们这个弟子归 刚才也提到一个点 我觉得刚才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这个父母做不到 什么这个孩子的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其实弟子归 我自己在觉得 如果孩子还小 咱大了之后有时候都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啊 其实呢就是我们 咱们大家可以仔细想想 怎么样和孩子一起能够形成一种自觉 就是大家可以自觉的 有些东西可以做 然后慢慢的养成习惯 为什么我想到这一点呢 因为在论语面有说过嘛 就是那个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也就是说我们的天性来说的话 天性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 像侧隐之心啊 是非之心啊 慈让之心啊 羞恶之心呢 他就是一点点小点 小孩子看到一个小动物受伤了 他就有这种爱护的心呢 我们怎么样从这些点呢 慢慢的就是说 去让他自觉自觉的呢 能够变得就是这些点 扩得很大 一点小小的爱心 变成一个大的爱心 一点小小的这种自律 变成大的自律 一点小小的智慧 变成大的智慧 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啊 就怎么样呢 让他变得这个是一种自觉 那这个自觉呢 他是需要很多的 就是说我觉得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沟通啊 和这种探讨 我小时候也是我父母对我来说 也是不是说以上而下的方式啊 就是一种很很宽松的环境啊 那么在这种探讨的环境啊 有些东西呢 孩子呢 可能感觉他是自觉自愿的啊 去沿着这条路往上走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是 就会省很多的力气啊 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探讨 好 不知道还有没有家长愿意分享呢 我 我 我随便再讲两句吧 那个 就是 我觉得呢 咱们刚才那个 家长们呢 也都讲得挺好的啊 就是那个 我也 就是我也觉得呢 培养孩子的这个 就是说 去除私心呢 很重要 我呢 我刚才听那个魏宜老师讲的这个 家长从自己做起呢 有感受哈 因为呢 我自己呢 就是经历了这个 教育孩子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一个 曲折 刚开始呢 就是有一点走偏了 怎么说呢 就是 小的时候嘛 其实还真的做脸胎教啊 然后呢 那个 反正小小孩子还是比较好待 你真的 你只要关心他 爱他 他怎么着很容易听话 但是呢 你一到了 就是说上小学了哈 五六岁七八岁 就开始有这个对学习的期待了 那个时候呢 如果自己 就是说 着急啊 就像我这种呢 比较着急了哈 就容易采取一些这种 批评啊 压力啊 就是 这个 好多家长会采取的那种 那么 直到最新呢 就是去年哈 开始遇到一些情况哈 我才开始 哎呀 寻找哎呦 我该怎么办了 因为 孩子有一点逆反情绪了啊 然后呢 我就碰到了那个 周虹老师的教育 周虹老师呢 就讲呢 他开始的时候呢 叫赏识教育 现在他叫开灯教育 这个 因为刚才那个王瑞呢 提到呢 就说 这种 比较开放式的教育哈 理解式的教育 啊 这一代的孩子啊 就是我 我是肯定比王瑞大一些了哈 那个 他们这一代 然后 还有之后这一些呢 都是独生子女长大呢 他确确实实呢 父母的确确确实 需要给予更多的 更多的关怀和体谅 而且呢 我刚开始 学弟子规呢 是因为呢 明白了这个 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 去就是说 大概前面三四年开始学的 前面三四年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跟这个 弟子规训会 我们在奥多瓦嘛 那么 当时开始学的时候呢 就一面倒的 就是规定孩子 这可能是好多家长 刚开始学传统文化 会有这个 一个错误哈 刚开始就是一面倒的压 就是有点 不能说是极端的哈 但是呢 就算讲道理的话呢 也是一种还是比较压制的 一种讲道理 一种 一种 手指着别人的那种 讲道理办法 然后呢 就是后来是因为什么 才开始 就是因为听了这个 周虹老师 他怎么样把一个龙孩子 一个龙女儿 从三四岁 带到就是说 成为上大学 成博士 就是说国家的这种 公认的这个 才女 和这个国家的骄傲 这样一种地步 然后他呢 带了一大堆的这个聋哑孩子 甚至在整个南京 全国形成一种赏识教育的震撼 我听了几个讲座呢 都是说呢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经典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 你作为家长 你记住说 我是一切的根源 爱是唯一的答案 他就讲 然后呢 他就说 他后来 他开始的赏识教育 后来的开灯教育呢 都是一种 后来我就知道了 他就是反求朱吉 反求朱吉 就是跟龙女儿讲的 实际上道理是一样 但是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道理是一样 就是什么呢 都是孔子讲的修身 就是自己 但是呢 你如果家长 像我刚开始那种 很狭隘的理解 弟子规 就是说 你就是 我是父母 你就听我的 你就父母呼应无缓 那我就完完全全误解了 弟子规的教育了 所以我就分享了 我走的一个弯路 就是说 我们呢 根本 传统教育没有错 但是现在社会确实变了 我们不能呢 就是把弟子规 用来规定别人 实际上弟子规 确确确实实是用来 规定自己的 这个是我绕了很大的弯路 才慢慢体会到的 那么也是因为 受到这些 就是有智慧的家长的启发 才开始体会到的 我就这么分享一点 谢谢 感谢大家 不好 我讲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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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远之发言 那个 那个对 刚才讲的挺好的 那个 我非常感谢大家分享 希望这样的分享更多一些 因为我们下面这部分呢 就是研讨 要是大家更多分影响 自己在 儿童教育 孩子教育方面的一些心得 就是没有任何 就是说好像我这个看法 或者 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家长的看法在这里 汇聚起来 就是每个人都是特别受益 Maggie刚才说 我也想到 刚才突然想到 就是那个 有一个预言不就说吗 说你要是学了这个经典 学了这个东西 你不是戴上一个眼镜 那个望眼镜 看别人的这个缺点 看得更清楚了 而是实际上是 是面前有面镜子 看自己看得更清楚了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总结 好 好 时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了 我们今天的那个就到这里 然后等我一下 我把那个 好 稍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评论 好 好 对 这个之前呢 这个有一个关于那个总结 这个我就 因为大家都说的很好 这方面的内容 我就不再做总结了 好 好 我们今天呢 这课就到这里 我们现在还是一样 最后呢 我们还是以 这个一颗 至乘恭敬的心 向我们的 大乘至圣仙师 孔夫子 行众目礼 或者行三聚弓礼 好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家长今天的参与 周末愉快 下周见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嗯 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是 谢谢 谢谢老师